莲子,又称藕石,是一位氧气安神的美容食品 稍花心思,却不复杂,就能做出美味的自制莲蓉 加了些椰蓉,用牛奶和面,便有了香喷喷的奶香椰丝莲蓉包 朋友的孩子们一扫耳光,心里面特别开心 先来介绍一下自制莲蓉的原料 干莲子一包,大约是340克 椰子和莲子的味道特别般配,所以我用一罐椰奶来煮莲子 加了一些椰丝来增加口感 尝试了不同种的油来炒,发现出榨橄榄油味道最好 椰香很浓,所以糖放的很少 而且用的是健康的黑糖和黄糖 材料起备,现在开始制作莲蓉 莲子洗净,并隔夜浸泡 有一些麻烦,但是还是要去除莲心 这样既去了苦味,也去了寒气 使用高压电饭煲来煮莲子是最方便的 如果没有,可以用高压锅或者电饭煲 加入莲子后再加入整罐的椰奶 再加入半罐的清水 我用的是煮汤的功能 煮完后再焖一两小时 这时候莲子已经非常软烂,可以开始搓泥了 我用了一个面粉刷 把莲蓉泥直接搓在炒锅里 一整包莲子大约搓了15分钟 这里需要一些耐心 因为用高压锅煮的莲蓉,所以水分不是很多 这样下一步的炒莲蓉就比较快 开中小火,现在开始炒莲蓉 用了340克的干莲籽 泡发之后大约1000克 用了大约200克的初榨橄榄油 分了三次加入 加油后就要充分搅拌 莲蓉就变得格外的顺滑,美味 所有的莲蓉大约包了50只早餐包 这样的量大约炒了15分钟 先加入黑糖充分搅匀 黑糖融化后再尝一下味道 然后按照自己的口味再加入适量的糖 可以随自己的喜好或者方便加入白糖或者是麦芽糖 我用的是黄色的蔗糖 再加入一点点的盐 充分拌匀 糖拌匀后再按照自己的喜好 加入适量的椰丝 再次拌匀后香喷喷的 椰香莲蓉就做好了 冷却后放入冰箱可以直接吃 还可以做成馅饼 而我今天做的是奶香莲蓉包 甜香口味的莲蓉包可以用牛奶来和面 这样的话还可以增加一层奶香 牛奶微微加热 差不多到人的体温 这样的话有利于发酵 一般用水发面的话 水是面粉重量的55%左右 而用牛奶发面的话 牛奶的比例要稍微多一些 差不多是面粉重量的60%左右 500克面粉用了差不多290毫升的牛奶 甜的馒头松软 可以用中筋面粉 也可以用低筋面粉 或者是中筋和低筋的混合 视频的上方有我之前做的菜包子和肉包子的链接 揉面和做包子的手法都说的比较详细 今天的视频就不再重复了 今天的视频虽然简洁 但步骤也是完整的 给大家参考 今天的包子还有一个主要不同 就是馅料是事先做好的 连绒最好是完全冷却 最好在冰箱里放一碗 冷却后就可以搓成小球 这样的话包起来比较方便 每个包子的面团和馅料的比例要看自己的手艺 发面和包包子的手艺越高 面粉和馅料的比例就可以越少 这次的包子是43克的面团 配了30克的馅料 因为是又香又滑的甜包子 所以做完后翻了一个个 也显得更加圆润可口 希望大家喜欢 最后再提醒一下 购买出榨橄榄油 最好选用深色的玻璃瓶包装 这样包装的橄榄油 才不会因为阳光的照射而流失营养 也是一个判断橄榄油公司品质的方法